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接的Holly 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藍頭鎮 我們來看看柏羽的一個樓盤 這個樓盤有什麼不同呢? 據我了解這個樓盤和平時的樓盤有少少不同 比如說這個藍頭算比較大的地方 但其實這個樓盤距離高鐵站大概500米 等一會我們可以詳細帶你去看看 另外最主要是這個樓盤可以做明火的 51 平方可以做三房 30 平方可以做到雙鎖匙的兩層 具體是怎樣呢? 詳細我Holly帶你們去現場 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藍頭 來到我們拍攝的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是我們壽羅布 旁邊的是我周先生 周先生他帶我們詳細介紹一個樓盤好嗎? 好 Hello 這邊我跟大家介紹我們整個樓盤的一個概縫 我看到這個萬科物業的補價是代表什麼意思的? 我們聘請萬科做第三封的物業公司 大家會知道萬科是全國Top 1的物業公司 有萬科物業最少樓盤的價值 我個人認為最少有5%提升 換言之有升降空間也不差 是的 首先我們從大交通區域圖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現在這個綠色版本就是我們屋苑所說的位置 我們就是兩條主幹道路的一個交互處 南投大道就是貫穿了整個南投鎮 整個中山北的主幹道路 就是我們門前的這條路 現在它在升級改造 而在年底就會改造完成 在所有紅綠燈交互處都會在高架橋或隧道 就會形成一條南山快線 到時候就會快速直達到深中東道那邊 另一條路就是深徽北路 這個深徽北路就是連接了一條高速線 一條就是廣中江高速線 一條高速線就是在2021年年底 就是聖車通車 出始發站始發點就在虎門大橋這邊 中點位就是連接到江門的蓬宮新區這邊 全長角就是24公里 走完後都是20分鐘內的時間 都會非常方便去到虎門大橋 即是南沙那邊 亦都會很方便去到君安 或者江門的蓬宮新區那邊 即都是在大灣區的範圍之內 對 說得對 另一條線就是廣珠西線 這條廣珠西線它的始發點就在廣州的方村 終點就是接駁到珠三局的環線高速那邊 從我們樓本出發的 兩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上廣珠西線 而到了廣珠西線之後 如果我們往廣州方向走 大概是2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廣州南那邊 其實我們的街坊大部分都是港澳人士比較多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我們香港是怎樣過來會比較方便些 香港過來的我們走廣珠大橋 廣珠大橋 是的 到了橫琴那邊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上廣珠西線 一路純粹的 從這個珠三局的環線高速 到我們樓盤的就是50分鐘的時間 即是我們香港過來的話 是50分鐘就可以了 那麼具體是坐船呢 還是大巴比較方便些 你可以駕車也可以坐大巴 其實駕車和坐大巴的時間 其實來說是差不多的時間 因為你坐船的話 在中港客運碼頭那邊 到中山港碼頭的時間用時 大概四十多分鐘的一個船程 是很快的 是的 那由中山港碼頭過到我們樓盤 大概都是多少分鐘的車程呢 現在目前來說都是40分鐘的時間 都是40分鐘的時間 是的 當然這種出行方式 就會給出行方式的水準 就是這個紅白箱間 就是我們要坐輕軌 因為坐輕軌的 在我們樓盤旁邊 500米的位置 就是一個廣珠城軌的南投站 從這個南投站出發 到廣側南 就是少許18分鐘的時間 即是由這個樓盤到輕軌 就是500米的距離 就可以到南投站坐 而南投去到我們南站 大概是18分鐘的車程 再轉駁鐵路去紅磡或者西九鐵路 都是很快的 其實真的都是大約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就會到我們中山的樓盤這裡 說得對 當然這條輕軌性 如果我們往珠海方向走 40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直達到珠海港北口岸那邊 哦 直接就可以去到珠港澳大橋 是的 所以這邊去澳門就很方便 40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過關到澳門那邊 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是的 到了澳門之後 其實來說 你自己 因為澳門不大 你走完澳門的話 都花不到你多少時間 其實對我們自己所知 其實中山是一個很適合 港澳人士居住的地方 而且空氣環境 和居住率 都是比較適合的 現在我們了解地圖 已經了解了交通情況 現在所賣的一個 我們樓盤在哪個位置 我想問一下 首先我們現在在八號樓營銷中心 即矮一點的大樓 這個大樓我們交付給政府 做一個弓箭配套 已經交付給他們 這個就是我們小區的南面 入戶大門 因為後面就是我們住宅區 我們住宅已經賣光了 賣光了 全部賣光 即是所見即所得 而九號樓 漢康柏月 就是我們的公寓大樓 現在我們在售中的 它的總層高 就是22層高 哦 22層 是的 一樓就是做商店 嗯 二到二十一樓 就是我們四米半馬一層 送一層的福式公寓產品 嗯嗯 一層就有三十二戶 七台電梯 其中有六台就是客電梯 一台就是貨電梯 就是七梯三十二戶的結構 然後現在我們在售的 就是二樓三樓 和八樓九樓 這四層是帶中收出售的 嗯 就是五月底就可以交流 即是五月底 現在是二月 即是還有三個月 就已經可以收樓了 是的 是准現樓 好奇問一下 為何其他樓層沒有一起出售 其他樓層的話 我們是會做無Pay出售的 我做無Pay 即是可以讓街坊選擇 一個是帶精裝出售的 一個無Pay出售 是的 說得對 戶型方面的選擇性 也非常豐富 南向這邊 就是我們最大面積的 五十一點六百平方米 即是五百零尺的單位 可以做成三房 兩廳兩位 而且都是大房 五十幾平方做三房 是的 兩廳兩位 有些期待 而且是獨立廚房 明火煮食 很少工藝可以做明火 還是直接通天然氣 是的 即是這個壺形 即是可以通天然氣 各位街坊 接著可以來這裡看 真的可以明火去交付給大家 是的 如果四十平方米 就是北向全外看來源 即是看花園 是的 這一面的話 住上來會比較安靜 戶型方面 選擇性有兩種 一種就是 我們造成Loft兩房兩廳一位 另一種就是雙鎖匙 雙鎖匙 即是買一層 買一套單位 用兩套單位來出租 雙鎖匙 雙鎖匙 是否有兩層 給到我們的街坊 兩層都屬於我們自己業主 是的 它是完全兩層 分各獨立去來的 而且上下都有衛生間 都有廚房 大小小圓廉 我也有點好奇 等你一起去看看 是的 最細面色的 就是35平方米 分別在西邊 有兩戶 然後東邊也有兩戶 就是造成一階一房 兩廳一位 這個戶型是最細面積的戶型 所以戶型選擇方面 有35和40平方米 是兩房兩廳一位 或者兩房兩廳兩位 而最大面積就是 南向這一面 通然氣的 51平方 造成三房兩廳兩位 聽周先生說這麼多戶型 我們馬上跟周先生去版房 看清楚我們具體的情況 來 跟著我走 剛才聽周先生介紹了這麼多戶型 我們來到這個版房 看看具體是怎樣的情況 周先生 這個是什麼面積的單位 這個單位 就是見面最大的戶型 就是51.68平方米的A1單位 A1單位 51點多 剛才說到三房 對 這個戶型最大的特點 就是三房兩廳兩位 順暗向的戶型 而且大家都看到 它整個採光面 是做得非常非常大的採光面 這裏就是4.5米的一個層高的採光面 是的 而且我們用的玻璃 我們全部都是用雙層的中空LOWE玻璃 雖然做在二樓 但是很安靜 雖然外面是馬路 但是你居住起來 因為隔音玻璃的情況下 對你的影響 是會非常小在你 不過這件事 真的跟其他樓盤有很大的區別 就算是 現在我們站在主幹道上面 但是那個噪音是很少的 你可以聽到 我跟周先生的對話是很清晰的 是的 而且周先生上面 這裏的位置是否包括裝 到時膠樓都包了 是的 即是你說到時膠樓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是白牆 白牆 是的 全部都是白牆 即是其實來說 它的裝修就是一個真裝修 即是我們留給大家可以改造的空間 會非常之大 是的 即是不要把風格固定下來 明白 這邊就是你一樓的廚房 這個廚房是一個獨立廚房 L字形設計的廚房 明火柱是雙造台的膠樓標準 這個位置不是暗住 是明廚 而且有窗口位可以打開 即是到時的話 這些都是膠樓標準給到我們 還有 也是有一個 周圍眼機 還有這些可以給到我們的配套 是的 真的帶精裝 其實都很散時散力 還有廚房都算夠大 是的 這就是一樓的工位 這個工位 按照這個面積段來說 我覺得做得很大 特別是臨浴區 其實進去的話 不算是壓迫感 轉身的話 也不怕是 鋪著橫牆 我的身高是1.75米的情況下 都不會頂頭之類 其實算做得很大氣 是的 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我們的膠樓標準 可能膠樓的款式 會有輕微有少許不同 但是都很好 已經可以看到 整個地磚面 已經都是一個膠樓標準 這裏是不是算是煮貨 不算的 這個是長者房 長者房 是的 這是一樓的長者房 開間和盡心的話 都是有接近3米的情況 這張是1.5米的 當然可以放1.8米的 都沒有問題 已經是很闊落了 而且還有一個洋桌 可以放一張茶桌 喝茶是很方便的 是的 而且我到時候 我們交付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位置 會直接做玻璃的拖門 就是拖門 是的 會做拖門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六直的位置 洗衣機的魚流位 就會做在這個位置 作為一樓的長者房 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非常友善 其實真的 他們開箱想到很周到 陽台的一個洗衣機 也做了一個電製 水槽位都給到我們全部的街坊 可以看到 這些細心的細節 是很值得去考慮這個樓盤 是的 而且整個採光面 正如我所說 採光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白天來說 基本上是不用開燈的 即是前面都沒有遮擋 包括對面也是 這邊也是 沒有遮擋 是的 沒有任何的遮擋 所以整個採光面 做得很好 事不宜遲 我現在上二樓看看 二樓盯氣會更加大 我也很期待 上二樓看看 那它後面這個 到時這個 是否給到我們街坊自己去設計 是的 即是有空出來 大家可以按照我們這個款式 做一個鞋櫃 都沒有問題 明白 樓梯是否到時做好 交給我們街坊 是的 造型 可能款式有輕微 有少許不同 很明白 這裡是有儲物監嗎 是的 首先來到這裡 就是一個儲物監 很大的儲物監 就算走廊那邊 完全是架空了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 二同玩具房 或者是母音房 或者是一個儲物房 或者是一個雜物監 都可以的 進深路開間 都完全夠用 作為一個臨時性的 一個功能性的房間 然後你背後 這個就是二樓的一個客房 哇這個客房很大 我這個也是客房 是的 開間接近三米的開間 進深是超過了四米半的一個進深 真的很夠 你可以看一下 坐著在這裏 跟小朋友玩 都足夠可以在這裏 是的 而且陽光採光非常之夠 是的 說得對 而且這張床床床 你放一米半又可以 一米半又可以 甚至兩米床的情況下 都是一點都沒有問題 各方面的預留位置 都是全部預留給各位街坊 嗯嗯 再看一下 這邊是主人房 首先 看看左手邊 左手邊 這個位置 這個多功能區 是超大的 開間就是兩米左右的開間 但是進深是超過了四米的進深 入邊的話 會做得很誇張的空間 是的 我不介意走進去看看 真的 沒有問題 可以看到 其實進來 是真的可以做一個書櫃 也是做一個很大的開間 其實做一個衣帽間都不受 而且真的可以做一個書桌一間 是真的 很方便使用 是的 其實做一個兒童樂園的話 是足夠的 嗯 這裏就是我們二樓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為何沒有擺衣櫃呢 因為這裏有一個衣木間 原來有衣木間在那裏 原來有衣木間在那裏 即這裏是意外多多 是的 衣木間之外 還有主人房 一個獨立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的話 比一樓的衛生間 會更加大 所以 整個功能擴展區的情況之下 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即是可以各利用的空間都可以利用到 這裏只有五十一點幾平方 可以看一下做到三房兩位 而且有衣帽間 還有書房 兒童房 可以給各位這麼多不同的功能 可以去選擇 嗯 真的很好 而且這裏是四米半 是四米半的層高 四米半的層高 一隻都是我們買得很爆的產品 可以看到 Holly自己是一米六五的身高 而周生有米六五的身高 其實這個高度 是住得比較舒適 不會太壓抑 嗯 這個戶型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我想問一下 旁邊有沒有膠樓的標準 可以給到我們街坊去看看 可以 沒有問題 有膠樓的標準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五十一方的話 真是 周生 我想問一下這個戶型 是賣多少錢左右 這個戶型的總價 都是五十來五萬的 不算非常高 五十多萬 是的 五十二萬 五十一平方 大概五十五萬 差不多 五十五萬 可以有三房兩廳 而且是兩層樓的使用 可以值得考慮 如果這裡是公寓 這裡是不是公寓的性質 是的 公寓的性質 對港澳人士的購買 會不會有其他不同的政策 一時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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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次性付款 又或者是按鐵都可以 按鐵都可以 沒有問題 因為公寓的性質是比較特殊 它是五限購 是五限限 其實我們街坊自己可以買幾套都沒有問題 是的 沒有問題 你有錢的情況下 中國整層包含了 現在呢 周先生來到一個雙鎖匙的壺形 具體是甚麼雙鎖匙呢 周先生和我們詳細說一下 因為很多人的第一個疑問 就問雙鎖匙是甚麼雙鎖匙呢 其實是這樣 這裡我們會做一條門 上面再做一條門 這樣大家就很明白了 上下兩層是完全是獨立區 即是入門位 這個門是一個大門 是的 說得對 然後進來這裡是屬於我自己住的一套間 這裡是一個門我自己關注的 是的 另外上面是另一戶來去住的 是的 所以我就說了 你買一套單位 它會用兩套來出租 使用 即是一個單位兩套來出租 有沒有覺得很滑線呢 一套我們同樣是有獨立的衛生間 即是不用跟二樓那邊共同使用 即是都是獨立分開的 是的 說得對 一套同樣是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加一個露台位 而且是在圓景這邊 現在我們在二樓 所以二樓是一個獨有的大平台 這個平台大家都會使用 後面那些樓是住宅嗎 是的 後面是住宅區 住宅區 和公寓區是共享圓林 即是公寓也可以共享圓林 而且剛才說到後面的住宅已經賣光了 是的 還有這個面積是三十幾平方 四十平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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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平方左右的話 就已經剛才說到是廚房 陽台 這裡有一個客廳 還有一個衛生間餐 全部都包含了 這裡大概的一個總價是幾千左右 這裡下來的總價都不到四十萬 不到四十萬 不到四十萬 而且上面那層還可以分租 我們馬上跟著上去 上面那層是怎樣的情況 這個樓梯到時候都是交流標準 不過款式不是這樣的 即是已經做好樓梯 讓我們街坊那邊自己去做一個簡裝 是的 說得對 來到二樓我覺得最大的驚喜 我個人認為最大的驚喜 就是我們二樓的獨立衛生間 做得很大 對呀 它乾身分離做得很細化 好大呀 這個衛生間做得很大 我真正來講 可能我們很多住宅的衛生間 都做得沒有那麼大 特別是主任寶寶寶衛生間 這個主任寶寶衛生間 就是主任寶寶寶寶 是好車視在這裡 是 是真的乾身分離做得很大 而且進來就已經可以 真的有一張椅子 去看看電視 進來床 也是很大 而且這個廚房和陽台 你覺得整個實用性是很強的 剛才提到這套大概40平方 大概總算是 38-9萬 40平方 兩套分租 假如這裡可以租多少錢呢 最低1800元起步 1800元起步 最低 你想一下是一層還是兩層包 兩層包 兩層包 其實各位街坊 你回來 覺得來這裡住有沒有問題 你不住 你出租 自己也一樣不吃虧 你覺得選擇這個地段 還有剛才說到 這個交通這麼方便 往來都是大灣區 一小時的生活圈 其實真的選擇在這裡 你不會覺得 哇 而且對著一個圓林的區 這裡是我們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真的可以 關注我們灣區事業 了解回 可以跟Holly來看我們這裡 這麼適當的房間 帶你來現場看房間 周先生我想要解釋一下這裡 管理費是多少錢左右 3元1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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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一個正常的範圍 而且這套交的話 大概是多少錢管理費左右 150多元個月 150多元個月 對 即是最大積的那個 即是50多平方那個 那個都不會超兩百元 都不會超兩百元 其實各方面 而且有這麼大的圓林 可以給各位考慮 那車位的區域方面 車位的區域方面 我們公寓那邊 就是負一和負二層的車位 車庫和住宅那邊 應該是分開來的 是 但圓林是共享圓林的 共享圓林 你有聽到共享圓林嗎 所以你要多點關注我們灣區域 跟著Holly過來一起和你們看訪 那今天也多謝周先生 帶我們看到這麼多 這麼豐富的一個戶型 多謝你和我們介紹 這麼好的房間 多謝你 多謝關注我們灣區域 下次再看你們看訪 拜拜